国立台东生活美学馆委托全新的品牌进驻到花莲文创园区 已举办四级活动揭开了序幕 另外也进行了花创学堂的系列讲座 邀请花东地区具有地方创生和社会产业创新特质的新创品牌 分享发展与经营的经验 以七个不同的主题共计十五场讲座 在今年的一到六月间来举办 也欢迎民众前往聆听 花莲文化创意产业园区 2021年由国立台东生活美学馆委托全新品牌乐见团队进驻 在23、24日两天举办热闹的乐见市集 同时也举办花创学堂系列讲座 邀请花东具有地方创生和社会产业创新特质的在地新创品牌 与民众分享所见所闻和心路历程 第一场的这个花创的讲题其实是由海洋这个角度切入 然后希望说可以从黑潮长期在海洋议题的耕耘上面 然后跟我们自己怎么样进入海洋的这块领域 然后怎么样透过黑潮 然后就是推广我们想要做的议题 还有一些环境教育的工作 然后也跟在花莲在地的朋友分享我们的观点 其实就是希望让大家知道说 在花莲有一个这样的团体 然后很长期的在关注环境 那这些在这个团体当中的每一个人 他其实都有自己的故事 就是为什么会开始投入 投入进去 那这个动机是什么 那这个是我们最希望可以分享给大家的 系列讲座首场 以从海洋到土地的关怀为主题 邀请常年关怀海洋生态的黑潮海洋文教基金会 前任现任执行长张惠君临东梁 唱谈他们生命中与海洋的连结 和投入守护海洋的感想与现况 我们一共在这半年的时间会举办15场 主要其实是针对我们觉得对于环境 对于教育 对于部落 对于工艺 对于品牌 对于跟文化产业相关的一些精彩的对谈 那我们在整个设计的过程里面 我们希望能够邀请不同的 不同地域或不同世代 但是都具有社会创新跟产业创新 这样相关精彩的讲者来做对谈 我相信它是非常有机会 可以让在地的我们花龄的民众 甚至来花龄的旅人 都可以看到台湾的卵石鱼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潜在社会创新的力量 花创学堂在今年上半年 将以7个不同的主题 共计15场讲座 以地方创新和产业 与社会创新的讲者阵容 和相亲互动启发 有兴趣的民众 可搜寻脸书粉丝页 乐见 接着讲帮宴华联系报导